我见过一些小米出来的产品总监 他一个人产品总监会负责70个小的产品 包括小米盒子之类的 非常有创意 而且年龄也很相符 30岁左右 而且会硬件 会创意 会带领团队 做带项目 他是非常优秀的 硬件智能产品的产品经理 行 选吧 我是13年 没有 还没有 职场勤商课堂还没开始 不需要 抢人吧 不用了 开抢吧 那来吧 抢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七战争 来 增花 期待的是2022年的冬奥会的生产商 我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正在生产 正在这种开发当中 所以欢迎你的加入 我可以 多少钱你 两万在家产品项目的到时候我再跟你去谈 这边给到你的是一个创意总监 就是IP创意总监 包括一些艺术光光影的那种设计的那种总监职位 我投资一个公司 然后让你做CEO 你看这个抢人抢的 对的 就是CEO的工作 我们公司的子公司怎么不行了 这个做什么呢 第一智能硬件 你也知道我们是做人工智能的 我们的松鼠本身就有卡通形象 我看到你那个猫眼睛都绿了你知道吗 其实但是你可以做的更科技 然后我们的全国现在已经有三千家学校 那么我挖了一个人 准备全国做十万家学校 那些学校的装修 我们都希望把它装成太空的 这个宇宙的那种感觉 你能完成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还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 卖给全国的这些孩子们 我想再了解一下 我具体负责哪部分 这个我钱给你 你先拿五百万 CEO 八百万 你来创业 就是这个够当公司控股 你是CEO加上私人第一大股东 百分之二 但是他对你的需求 是改造他的整个智能的教室 但是你要想清楚 因为他给的越多 他从以上要拿的越多 好了 段东 五八道家给你的岗位 是产品创业的负责人 那么是两万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这边比较实在 因为我们这个哈基智能 是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 是一家这个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产品经理在北京 薪酬是两万 对 马瑞 好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 那第一个 第二个 我给你的是一个产品经理 然后呢 工资是两万二加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跟李浩洋一样的 可以就是 因为这只是你入职到我公司 我也非常愿意投资你 然后成为你的合伙人 对 谢谢 对 这就对了 都这么说 看他有什么独特的 来 东风爱音 我给到你的薪水是两千二 然后呢 创业是 不不不 两万二两万二 说错了 就激动的 这两万二更重要一点 我也希望呢 能够去 主要的工作方向的创业玩具 和教具 那我也期待着这样的公司 我也可以投资你 作为合伙人 嗯 对 就这么说 啊 来 来 灭五斩留两斩 去吧 好 来 来 请李浩阳和 有请李浩阳和 曾花谈钱不上感情 你可以一边问一个问题 我想听听两位老师 对我的职业规划 是什么样的建议 斯凯乐这边还是比较简单 我们其实就是生产更多的 好的产品和服务 推荐给大众 然后你加入斯凯乐之后 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可以负责一个品类 或者说一个项目 然后去做这件事 我也很希望 你能跟我一起 把这份情怀坚持到底 特别感谢 贺慧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节目 叫《乘风碰浪的姐姐》 张雨淑在里面问到评委说 我是不是很优秀 评委给他一个X无限可能 说实话 在你身上 我看到就是无限可能 我非常非常觉得 你可能在李浩元这边 你真的可能实现你的X 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无限可能 我其实特别建议 你一个爱好运动的人 继续参与运动行业的创业 不管是现在曾花老师这边 还是未来继续 你有机会参与到冬奥会 冬奥会必然会开 你放心吧 必然会开 那老师 再过十年以后 你再回头来看 你是冬奥会的一个参与者 这可能是五十年一遇的机会 针对你个人 一定要理清两个思路 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平台 是因为你创业当中 最近现金流断了 所以你才会要从业 但是针对于你个人从业 因为我也没有权 你没有这个岗位 我自己就是给你的建议 真的是在他这边 他真的给你无限的可能 好 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 斯凯乐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松鼠AI 但是花姐这边毕竟是我的情怀 有什么需要我的都可以教我 我一定到 我选择曾花老师是因为情怀 但是其实我的梦想是AI 最终是遵存了我来这里的内心 我选择